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歡迎收看陸莉恩廠檔 你搞甚麼?阿陶 你不是以為蝕蕉这些东西 令人做的效果和一样吧? 他當然沒聽過, 你的樣子如何 你覺得自己比亭峰漂亮嗎? 你們倆可不可以猜到我這麼盡 我畢竟是港版的巴米糕 我看你一陣子輕搓, 就打算刺激一下收視 你繼續拼招吧, 要刺激收視, 看他就夠了 這天的沙田日菜, 多位騎士都有椰馬 包括毛顯東、 杜里萊、 韋達、 奇普敦、 梁家俊 羅里亞和莫雷拉, 可以說是皆大歡喜 而當中雷神還憑著葉楚漢馬房的心愛 蘇惠爾馬房的標形晚巷 蔡惠爾漢馬房的西方快車 和高東尼馬房的章材 成功登上騎士王寶座, 厲害 第四位 繼澳洲籍前新加坡廉馬師麥菲文之後 又再有新廉馬師在下季登場 他就是蔡惠爾馬房的現任副練 羅副船Frankie 二年五十一歲的他, 加入馬院已經36年 除了蔡惠爾漢之外 他還曾經是大摩和文家梁馬房的副練 加上他是騎士出生 幕前幕後都有豐富經驗 相信下屆列馬師榜的競爭 將會相當激烈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九月 十幾位現役騎士 和多位退役香港足球名宿 一起踢了一場慈善足球表演賽呢 這日慈善足球賽又再次上演了 這次由王興貴領軍 連同一眾本港騎士 包括田泰安、梁家駿 還有在澳門拆棋的同鄉馬牙 組成騎士隊大鬥以馬主為骨幹的馬主隊 我相信今天在座、落場的 香港的前甲組球員 莫雷拉、田泰安、梁家駿 一群騎士和馬主 會提起二波會友 玩得開心、輸贏無所謂的 經過一輪的激戰之後 騎士隊最終以四比二 反乘馬主隊 我確實覺得我可以表演 我只是很純粹 我們只是在那裡有朋友 當然,這場比賽是參加 當然,可以表演奉獵 所以…我非常誇張 第二 星期三的沙田夜賽 將會在全天後跑道進行 而第七場,來自賽漢馬房的 翩翩是全萬最高評分的賽區 他出道以來 七戰合共取得四冠、三壓的成績 這次將會首度挑戰 泥地1200米賽事 翩翩在香港的同富系馬 如如你所願,以及怨代財星等等 都曾經勝出泥地賽事 不知道翩翩又可否一擊即中 成為今季首筆在三個不同場地 勝出的五折馬呢 第一 繼上個月在杜拜勇奪首屆 穆罕默德油獎 卓越賽馬頒獎典禮的 最受歡迎人物獎之後 嘉琪BB又再次為港珍光了 獲選為2017年度 達利獎的最佳女見習騎士 上個星期 她特地飛到荷里活領獎 正所謂贏有條路 希望她可以越戰越勇 有朝一日為香港贏幾場國際賽 來到你有你撐的時候 今集要撐的題目是 哪位華籍騎士最有潛質呢? 兩位準備好了嗎? 你有你撐,你撐哪一飯? 你先吧,女生先 今天這麼客氣的 好了,其實說一下華章 今季都有很多表現都挺出色的 說到進步,其實季內 最近特別是 我自己就覺得 梁家俊和何宅玉表現都挺出色的 說一下梁家俊先吧 現在其實她在排在 這個騎士榜的第九位 也是華章的一角 拿最多的頭碼 現在她有20場頭碼 說回10個賽馬日 近10日其實她都拿了7個WIN 其實看到她最近贏的那一場 就是4月2日沙田日財 其實這隻勇霸神區 其實她都發揮得很出色 她賺到部速形勢 出責夠快,放頭 最後也頂住了 沒有讓雷成那隻第豪寶寶過到她 所以看到她 其實今季有很多馬 都賺到形勢 加上她的部速智慧 令她多了很多頭碼進帳 我也同意 其實今天我也跟你同一陣線 是的 梁家俊當然是一個好騎士 近年成熟進步 尤其是她每年 近年在暑期都會出外集訓 集訓完回來她都會反思很多 尤其是今季 尤其是你看到沙田的成績相當好 谷草成績亦不頑 有一隻馬很記得的 就是騰龍超影 這匹馬其實比較難發揮 這些國往外籍的大師傅騎下去 都會閃來閃去 尤其是國能的重鞭 一打下去 這隻馬一定會閃 但是梁家俊騎那一場 這隻馬相當輕鬆 騎下去鬥下去 拉士多輕鬆贏馬 我相信是關於騎士的發揮問題 說完梁家俊 不如說一下何摘爾 因為見到她最近都不錯 近十個賽馬日 她都贏了五場頭碼 其實我自己比較深刻 因為有幾隻很邊線的 真是猜不到的 不過其實除了邊線 實力馬交到她手上 亦都交到好成績 就像那隻童駿一樣 那一天其實都見到她 評分率差不多了 大家都對她有些期望 結果贏了馬 之後再出都可以打一搭贏到 我相信不只是邊線馬 很多時候不同 有實力的馬交到她手上 只要她發揮OK 都OK的 其實 如果你說到邊線 一些天合 行陳建 可以說是近期的佳作 看回何摘爾這個騎士 其實她近期都是在社交平台 自己公佈一些 平時自己的鍛鍊方法 她因為在平時 不用再操馬 以及不用跑馬的日子 她會自己去訓練體能 這一點我挺欣賞她的 因為現在 她的跑馬都相當頻密 88次 其實騎士沒有什麼休息時間 但是她在休息的時候 都是在鍛鍊自己的體能 因為騎士一隻馬這麼大 像一千多磅的馬 但是騎士很輕磅的 一百十多磅的騎士 這麼小的騎士 但是騎一隻這麼大的馬 相對來說要比較大的體能 看回何摘爾的成績 其實菊草的成績是相當好 但田草也不要忽視她 剛才說過 行陳建 齊齊健康 這些都是在田草拿成績的 其實都很佩服騎士的危力 又要操馬 又要跑馬 又要練體 都相當難得的 是的 其實說完兩位華將 當然還有好幾個 不過我想說一下我們的見習生 因為去年嘉琪沒有表現得很出色 但是我們今年還有一些新的見習生 包括有這個冒險冬 潘明暉 其實你自己喜歡哪個 我男生當然喜歡一些女士 喜歡嘉琪BB 我是女士也喜歡嘉琪BB 我也喜歡嘉琪 但嘉琪BB近期在世界各地獲得很多獎 在杜拜也獲得獎 近期在美國也獲得獎 但是看看蔣家琪 其實今季的出賽頻率 和上陣次數都多 在季初階段 雖然曾經受過傷 但是受完傷之後 成績依然是平穩的 暫時累積的頭碼數字都不差 其實相差梁家晉兩場頭碼 現在有18場頭碼 其實不差 看看他在谷草的成績 有些放在前面走的碼 放頭碼就放得得身應手 所以也繼續留意一下蔣家琪 希望未來她如果減三磅 成績依然會保持著 你提到放頭 其實我也留意到 最新來的這位潘明輝 即她叫做火青潘 這是我們新的劍集騎士 其實她上陣第一天 已經交出幾令人滿意的成績 只騎了五場碼 已經有一個第一 還有兩個第三 其實我也挺期待 看她之後的發揮 因為當然她有場頭碼 也是放到的 但其實其他 她後勁的騎工其實都不錯 你對她有沒有期望 潘明輝當然是一個好騎師 但是暫時 單看她一天的表現 都有頭碼進將 在邊法上 暫時好像只有左手邊 推下去的力度就比較普通 但對她的建習生來說 算不錯 不過近期 華像成績這麼好 因為始終客串的外籍大師傅 比較少 好像蘇少輝、莫艾成 巴道這些都走光 所以建習騎士就是賺錢的時間 今天你們兩個都撐同一飯 不如我們馬上看看馬迷又怎樣看 我喜歡蔣家琦 她的騎術越來越進步 我希望她要更加好成績 交給馬迷 何宅堯 因為她最近騎得很好 不論爛碗或熱碗都會好好表現 一群馬迷這麼支持我們華籍騎師 希望接下來他們繼續努力 多拿杯子回來 雖然近年 外籍騎師的成績比較好 但在80年代 其實華籍騎師也獲得冠軍騎師獎 阿濤 你果然是馬壇老江湖的師兄 說歷史真的不及你 老江湖一定不是 我只是跟前輩學習 下一節回來 有元老級平馬人上來說說故事 想知道他是誰 千萬別走開